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期的老師推車 來啦 上一集的你要賣多少出現了 2022年的雷克薩斯UX300 Electric電動車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我甚至連2022年雷克薩斯有出這電動車 我都不曉得 回過頭去問說 當初就是2022年100台 限量100台 100台裡面自動力台被我們買到了 我敢說其他的地方沒有人買得到 只有我們 沒有人有這個勇氣你知道嗎 當初啊 新車的定價169.9 電池原廠8年或16萬公里 7層電力保固 也就是說在8年以內 如果它的電力調到7層以內的話 可以索賠嘛 是這個意思 比如說你買回來的時候滿電300 結果你8年之內你就滿電剩下不到200 就7層以內啦 你就可以回去跟它那個啦 要一個新的 重點喔 它這當初對不對 它電池輪要54.3千瓦小時 可滿電的續航里程368km 當然單位是什麼 NEDC 哪一營到的調性 原來 NEDC這個單位啊 2022年就開始用了 BZ4S不是第一個 但是在這邊呢 我覺得 我在這邊要鄭重的 講到BZ4S嘛 我要跟BZ4S道歉一下 BZ4S對不起 你知道為什麼要跟BZ4S道歉嗎 BZ4S是2023年出的嘛 那一次2023年啊 我們一直在說什麼里程交率 續航里程交率 我告訴你 時至今日 626即使是NEDC對不對 那個續航里程還是滿屌的 你看現在後面出了什麼N7啊 還有MG什麼這些啊 他們續航里程也不過多少 4500 對不對 一直到後面這一些平價電動車 陸續再出了以後 我才發現其實626已經算滿屌的 你想想看 手機一年的時間 變化就多大 更新就多大 以前我們的手機用不到一整天耶 現在用一整天還有剩 所以那個電池 科技是一直進步的 它在去年 2023年它就做到626了 我們不要再講人家什麼 里程焦慮 里程焦慮是我們的問題 人家已經做那麼緊繃了 欸不是上次626.7 乘起來是多少 400 440 440到現在還蠻屌了吧 而且人家440已經乘完點7了 其他間的那個4500都還沒乘喔 這台車我開了快一個月啊 充滿電大概300 不到 280290這樣而已 好像有一點鳥 有一點不方便 但我告訴你 最不方便的地方 其實不是在續航里程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 好來看一下這個車吧 基本上呢 這個跟UX210不是都一樣嗎 就仿錘造型嘛 那差別就在於 它是藍色的電能的標誌嘛 然後它有Level 2的跟車 車道至中 這台車我已經幫大家測試了 這台車我只能講 是一台非常好的代步工具 那其他的造型呢 跟這個UX的油電板 甚至是汽油板 都是一樣的 動用平台的車子啦 輪胎的尺碼2156017 那這個框呢 就跟汽油板的不一樣了 它就做的有點像節能蓋 我跟你講它是鋁的喔 能把它鋁的做的像塑膠蓋 也是滿不容易 一手好牌打爛掉 類似這種感覺 我是覺得不要再做像這樣子了 不知道誰帶頭的 那個什麼TICON也一樣啊 對啊 TICON也是那種 原廠被我拆下來 還放在倉庫裡嘛 那這樣有夠肉的啊 不是電動車沒有規定一定要這樣吧 我是很懷疑喔 他說這個有那個 蓄電封切的問題嗎 到底差多少 我是覺得好像沒差那麼多啦 那不重要 防掛材質呢 就跟汽油板一樣喔 只有在輪弧的地方比較厚 側面就比較少一點點 車主還加裝了一個最便宜的盲點 它這個上面啊 兩邊都有貼小鏡子你知道嗎 那個小鏡子啊 我在出社會買第一台車的時候 我就黏了 這很有用喔 不過我覺得蠻安全的啦 它的側面呢 跟汽油板不一樣喔 它下去看可以看到有一截 薄薄的離電池 因為它是這個 油電跟汽油的版本的平台 改成電動車的平台 所以呢 這邊高度稍微多了1.5公分左右 但是呢 底啊 底部啊 離地高度也少了2公分左右 因為它有一個離電池 所以這個開的時候呢 要特別注意喔 以防觸底嘛 有時候你覺得下面那個東西過得去 結果其實過不去 這邊是CADEMO 日本的直流快充 右邊是J1772 AC的插頭慢充的 好 屁股長得就一樣啊 貫穿式的尾燈 一樣藍色的標 然後有這個叫做 腳踢 它這個倒車雷達坐好高喔 但我怎麼覺得應該要坐在這 左右各有四個倒車雷達 這就是J1772 這個插家用電的插頭 但是呢 它的另外一頭不一樣喔 它這是特殊的規格喔 欸不對啊 把這拔掉就好了 拔掉或是在一個短接 接地線嘛 或者是做一個有接地線的插頭 就可以插 這110的 那這個來 在我們店裡面 我們都是用之前那個 立福的插頭去插就可以了 一樣是J1772日規的 好 駝色的那一裝喔 當初 我買了這台車以後 馬上有人私訊我 他看到我的線動 然後他就說 它有一台一樣要賣 它是藍色的 F104那個藍色 但是它的內裝就不是駝色 它的內裝是白色的 我有去問業務 這個好像內裝色是可以選的 但是那個藍色的車主 一聽到價錢料不到 喔對 它後來有改版 你知道嗎 其實它2324年啊 續航里程有增加 變到500多 但價錢好像也變更高 變192萬 這當初是169嘛 但是我有去問業務啊 他說2324基本上都沒有引進 你看得到規格啊 但是沒有賣 對 它講是這樣講 那門板上面呢 一半以上都是軟的塑膠 一半以下都是硬的塑膠 然後只有這個扶手 就是這個駝色的皮革 好前面兩個椅子都有電動椅 那駕駛座有腰靠 設計呢有這種 好像奶昔皮這樣 在兩側中間還拉黑色的線做裝飾 有電熱通風座椅 這個夏天像這種天氣超好用 不要再給什麼電熱了啦 台灣再怎麼冷 會冷到要用電熱嗎 我是沒用過啦 總覺得屁股熱熱的很奇怪 好像大便都快滾起來的那種感覺 好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覺得冷的OK啦 通風座椅很好用 方向盤我覺得還蠻粗的喔 握感不錯 這是我喜歡的粗方向盤 A柱 B柱都做黑的 但天篷是做米色的 這個是觸碰的LED室內燈 這很有質感喔 我就說這個做一個透明的燈殼 就很有質感 不要再做那種花花的那種 霧白色的像廁所燈的那種紋路 好不好拜託 你用透明的就好了 就算給我看到一顆燈泡 我都無所謂你知道嗎 但我覺得這樣子好看很多啦 也不用觸碰那麼高級 做透明燈殼就好了 這邊就 竟然不是有LED耶 這邊竟然是乳素燈耶 而且燈殼就是 就是我講的 Toyota就很厲害 省錢省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這個啦 上次宜萍說這兩個叫什麼 法...法...法... 法氈喔 左邊是那個防滑的啦 右邊就SPORT條 他就調在這邊啦 快控鍵左邊就是音響的部分 右邊就是行車功能的部分 然後呢它有車道的... 置中 那這個兩個不是換檔喔 這兩個是回充 控制回充的 你如果把排檔排到有一個叫B檔 那個英文老師叫小朋友說B嘛 他說 老師不行啦 我媽媽說B是髒話 老師說不一樣 你媽媽的B 是台灣人在用的 老師的B 是外國人在用的 類似這種感覺嘛 不一樣 所以不是髒話 它這個B檔呢 它就可以開啟回充 那就可以用這個去控制 總共有四段 就是有一點類似我們 一些電動車在螢幕裡面 可以去調整動能回充的強度嘛 B檔就變成手動 那如果你不打到B檔 D檔的話呢 有兩段動能回充 但是你打到B檔 你可以有四段 那滿有趣的就是它的儀表板 的充電的電量的顯示啊 它還是有類似像油表一樣的顯示喔 只是說這個油箱右邊是一個插頭 然後它裡面有兩個像放屁的 不知道是什麼的標誌 那螢幕也一樣沒有觸碰 那Lasus的一個習慣 一定要有一個小時鐘 這個最煩人的觸碰版 真是很討厭 你就會聽到一直 好不好 有開Lasus的 歡迎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然後再來它把音響的 大小聲的控制呢 放在扶手的前端 這個也是讓它 很出乎人意料的一個設計 而且它大小聲是用轉盤控制 這個滿有趣的 但我覺得也滿容易誤觸的 好啦我覺得這個 算了 不要這樣設計 那個Mazda 我真的討厭這個勝過轉盤 上次我是在唸Mazda 不給觸碰螢幕給轉盤 遇到這個了 我還覺得轉盤還比它好 至少你不用去煩惱太多 你就這樣轉就好 但這個真的太多了 你要學到上手 這個感覺你都已經快要變成插畫家了 你知道嗎 可以在這繪圖板畫畫 我真的覺得這個 這真的不要再用了 他們到底是自己有沒有在用這個東西 他們自己在坐這個車的時候 他們難道不會 適用 適用 還是他們適用 完覺得說 哇 素晴 完美 完美 設計得太好了 還是他們自己這樣覺得 我知道了 就跟有一些開餐廳一樣 他聲音很差 他自己吃的時候 自己的東西覺得超好吃 我生意不好一定是那些人有問題 我東西那麼好吃 他雖然有這個電動的方向盤功能 但是最前面還是太貼了 這樣最前面 這樣最前面 太貼了對不對 太短了吧 對啊 對啊 他是 退可以退很深 所以對我來講 你看我手很直 我的腳這樣子是OK的啊 有沒有 但是我的手就變成 沒有這樣 正常應該要這樣嘛 可是我手變這樣 看一下後座吧 這就是我的距離 UX的後座我需要看嗎 他比LBX好 他也比較厚嗎 這比較厚對不對 對啊 很擠啦 超有壓迫感的 而且我頭就在西柱旁邊 完全都視線都被西柱擋下 車頂大概半個拳頭吧 剩下 要做得很直啊 中央扶手兩個杯架 後面有出風口 然後後面有兩個Type-C的充電口 連後座都有電熱耶 空間就真的很小啦 好啦接下來我們是出於試車 要不然雨下那麼大 怎麼不然下那麼大的雨呢 跟大家分享這個UX310 開起來好不好開 我跟你講這台車我已經開了 我看一個月看有沒有 好久喔 我跟你講這台車拿來當代步車超適合 開了就屌住了你知道嗎 高級頭塔嘛 所以其他做出來的車呢 讓你開起來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不用用頭腦思考 或者是說覺得開起來有什麼 不舒服的地方 不方便的地方啊 停車也不會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啊 而且重點是心理壓力其實不大 我覺得開TOYOTA最大的一個好處 就是心理壓力其實很小 但雖然它是Lessus啦 數量很多嘛 所以你不會有什麼保修啊 什麼有的沒有問題 弄丟啊很難修理啊 找不到料啊什麼的 這些問題都不用擔心 所以那個心理壓力我覺得很小 再加上說它的車身尺碼 我覺得很適合自虛待不使用 那開那種大車開習慣的 停車啊什麼真的很麻煩 有的那大賣場 那天的門打開 沒辦法下車呢 對啊 要不然就副座先下車對不對 你以為副座先下車 駕駛車再下車就好 下車沒有 副座已經先下車 駕駛座還是很難下車 好險阿丹現在變瘦了 你是為了停車位 所以你減肥了嘛 你曾經發生過窘境嘛 女伴下來以後 你停好車下不來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下車太醜 喔下車太醜 肉都擠在一起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 車身尺碼啊 對於一台代步車 這個市區日常的代步車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呢我有去測它的這個整個里程 充滿電大概280幾 哇這個真的怕死人 嚇死人的少 沒有啦可能看習慣了 我想科技日新月異 你看兩年的時間而已 現在隨便400多應該是很平常了吧 我跟你講都400多了 了不起啦 都把打出來號稱什麼 500幾600 然後NEDC這樣 我覺得大家要開電動車 現在目前很擔心什麼充電樁的問題 因為越來越便宜了 車越來越多了 充電樁的速度 敢不敢得上 車交的速度 好問題來了 像我為什麼非常適合 因為我的公司跟我的家裡 其中有一個地方有充電樁 就是公司嘛 所以我覺得不管公司跟家裡 你至少要有一個地方 你是可以方便充電 我覺得你就會很適合買電動車 但是呢我跟你講 對我來講很適合對不對 問題是我到了公司 我還是只能插慢充而已 用那個什麼 J1772 因為我們公司是CCSY CCS2嘛 插頭不符合 後來我就去查了一下 外面的那個充電樁的比例分佈 第一名比例多的就是 是42%的那個CCS2 台灣的比例喔 第二名34%吧 是那個CCS1 是34% 34加42是多少 76% 那剩下的20幾% 是那個叫TPC 當然我要講的是重點 這個充電是什麼 車DEMO 車DEMO你知道幾%嗎 3.6% 殺小 搞屁喔 你去外面要怎麼找 原廠不知道有沒有 原廠應該要有 對啊 對啊去原廠充就好了 好 那你要買這台車 你家裡要有雷克薩斯原廠 就會很方便了嘛 在你家附近 真的很少啦 所以可能 你除了要用APP知道充電 站在哪裡以外 你要出遠門 有沒有 你還要知道說哪裡有TRADEMO 我覺得這個就有一點麻煩 這個我覺得 是不是慢慢要被淘汰掉 總歸於據 我覺得要開這個車 最好一定要有一個地方 你像車主 前車主他就是家裡是透天的嘛 回家擦的很方便 那像我就是來到公司 因為到公司上班隨便要6個小時 8個小時以上吧 插頭220的插著 不過呢其實 從我上班到下班 基本上把它充飽 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我家裡到公司大概12公里 每天上班下班 台北縣市跑一跑 我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充一次電 OK搞定 我現在最近不是開了很久的電動車嗎 我現在大概知道 那時候我們Model X在講里程焦慮的時候 然後那些特斯拉車主直跳腳的原因 我現在有體會了你知道嗎 我認真的 我講一句話就是 菜鳥才會有里程焦慮 就你剛進入電動車 或是你還沒有進入在旁邊看 在旁邊留言 當發表意見的網友的時候 你就會有所謂的里程焦慮這件事情 你就會覺得這一定有里程焦慮 甚至我們第一次開BZ4S 從高雄上來的時候 那是真的里程焦慮 因為我真的以為會到 反正我覺得里程焦慮這件事情就是新手 那為什麼新手才會 你像我現在開久了對不對 那我大概就知道說 我的車可以開幾公里 從哪裡到哪裡幾公里 那我夠不夠 道不道歉我到哪裡充電 你心裡已經都盤撞好了 你心裡有底就不會焦慮了 就是你沒有把握才會焦慮 簡單講 阿丹你有去過酒店嗎 沒有 那我現在叫你去酒店 你會不會焦慮 你因為不知道帶多少錢 對啊 那帶多少錢才夠 我把你丟在酒店你會焦慮 對不對 你像我要去 我可以搶多少我就知道了 對不對 全部都來 有沒有 類似這種感覺 老手你就不會焦慮 焦慮什麼 這是我這一段時間 開電動車的感覺 網友會不會說 小師自己打自己一點 會阿 看人不能改變就對了 你馬子都會 變得不愛你了 我不能改變嗎 不是阿 這就是不一樣的體會 人在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一個年紀一個年紀 能體會的地方不一樣 像我以前 年輕的時候我覺得 內田有記不好看阿 現在看內田有記超辣的 好不好 然後有一些你年輕的時候 看就覺得很正 像長大看那靠腰阿 我那時候怎麼會覺得它正 叫鬼坎氣 那個叫什麼 被嚇鼓了 然後這台車 0到100是7.5秒 這是電動車的另外一個好處 我覺得 因為現在電動車加速很快 當然我們不是馬路小英雄 線速慢慢這樣開來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臨時遇到一些比較 白白的汽油車 你油門補下去 欸 你應該跟汽油車要跑一下 輸不了幾台吧 欸 這一台車 我曾經踩過再加速阿 它會有那個車頭浮起來的感覺 你知道嗎 很屌耶 啊你有記練庫嗎 它沒有記練 但我覺得它車頭浮起來 但我常次記練 你開這台記練 對 你什麼時候起步喔 對啊 為什麼說更深 你踩太深了 對 因為 因為它踏板很輕柔阿 它踏板超輕的對不對 你的踏板很重 你的車踏板很重阿 嚇到我了 真的啦 它這個你忽然再加速喔 有沒有 會有頭抬起來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我研判阿 它車頭變輕了 它原本裡面應該要有引擎 壓著 前面我上次看只剩下一些電機 其實車頭會有點浮 我覺得開電動車另外一項好處就是 你今天你不管買哪一個等級的電動車 哪怕就是99萬的N7或是MG4 一直到200多萬 300多萬的BMW或是保時捷等等 基本上動力一定都差不到那一區 那我自己覺得開起來比汽油的UX好開 你如果是開UX200或是250H 你會覺得車頭很重 它那個配重就跟這個不一樣 這台車的配重你很感覺得到是在中心點 UX200其實沒什麼力阿 而且它的配重你會覺得開起來車頭很重 所以我覺得在彎道當中的感受 我覺得比汽油版本還要好 然後它這邊有個快撥有沒有 它這個不是換檔喔 它這個很好玩 我有時候會玩喔 它這個你是強制充電 你一撥這個D的下面會有箭頭 它有兩段 第一段就會稍微有一點像回充的感覺 稍微咬住你的輪胎再回充 然後你再按第二下就鎖更緊 鎖得更大力 那但是呢 你只能在下坡的時候用 這個箭頭啊 你只有在不踩油門的時候 它就會一直幫你衝 你按下去 按坡兩下 它就會幫你衝 但是你油門一旦介入大概三秒鐘 它就自動跳掉了 不過這個彎道啊 的極限滿低的 底盤真的是偏軟 它還是秉持了一貫的雷克薩斯的精神 它是在製造高級車 所以在隔音方面 寧靜度 沉穩度跟舒適度上面 它還是把它塑造成比較軟的 雖然它在配重上面 我覺得會比汽油版的UX好開啦 但是因為它底盤的關係喔 彎道還是無法開太快 假設是不賣的狀況之下 要留著自用 我一定會把別人去換掉 因為這個底盤 根本就跟不上它的馬力 跟重心 根本就沒有辦法Hold住 這極限很低的 然後一下就聰明了 不是啦 我跟你講 阿達我就跟你講 今天你要當車品 你要試電動車 要裝B 我跟你講 每一台你都只要講 底盤跟不上動力就好了 我就問哪一台跟得上 每一台車都已經動輒 是C63的動力了 哪個底盤跟得上 你又要賣99萬 不要說賣99萬 給你賣199都一樣 沒有一個跟得上的好不好 有 太抗 這台康貴啊 對啊 但就是要花那麼多錢 我覺得台康不是它底盤 台康是因為它車身超重 所以它壓住 對 它壓住了 台康超過2.5噸 還有這台車冷氣爆乾的 現在這種天氣喔 我跟你講 我就講台康就好了 現在這種天氣 我台康從我家裡一出門上車 我是開到ROVE最低 然後大概開了10 你要掉到溝裡了是不是 對 要大概開了十幾分鐘 台康才會冷 雷克薩斯這個啊 我都沒有開過ROVE 重點是這種天氣 這種天氣會讓你吹到冷 這個冷氣就很屌 現在這麼炎熱的天氣 我們公司那麼多台車 吹到涼不熱沒問題嘛 每一台車都做得到 只要沒壞 這個是會吹到冷 喔就冷欸 喔就冷了就冷了 晚上 好我們講晚上 我台康下班要回家的晚上 我通常這個常駐的溫度 恆溫的溫度是22度 覺得舒適這樣 這台車如果開22度 你到家裡馬上感冒了 回去治感冒藥 呵呵呵呵 這個車要常駐溫度要25度 25度還有時候會覺得冷 要到26 對女生來講 老闆娘25度她還是會冷 她不是熱不熱的問題 她是不冷 呵呵呵 才會讓你身體覺得不會冷 我知道可能因為沒有那個引擎在發熱 這台UX的電動車的冷氣 的那個冷房的那個冷度 我覺得甚至真的比同款的汽油車還要冷 這冷氣真的好冷 這差不多可以冰遺體了 呵呵呵呵 真的很冷 雷克薩斯做成電動的真的是 有點犯規啦 但是我覺得 它的續航里程以現在來講 真的是有點低喔 我們那時候 剛進入電動車 這個領域的時候啊 真的如果聽到300 欸不要說聽到300 那時候我們我就講了 我們那時候從南港要到濕原路 我們就擔心到不到的了 禮服啊 呵呵呵 現在想起來是不是很可笑 啊可是當時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那時候連去新裝都是奢侈 呵呵呵呵 現在呢300一定已經會被人家說 太少了 但我自己是覺得啦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要先評估一下自己的使用狀況 然後重點來了 家裡又方便充 這個是一定要重點 那或者是像我這樣 我的公司是可以充的 像有些人他 比如說這個公司啊 是工廠啊 自己的工廠啊 或是什麼 有個插頭 其他公司都可以充 只是老闆不然會不會跟你要錢 我就不曉得 欸我們公司來充電都老闆不然負檢欸 我跟大家分享 我們公司那個充電樁 只要一個月電費多少 你猜 其實我們那沒幾個人充 就我嘛 跟我們另外一個同事嘛 開特斯拉嘛 還有一個同學嘛 我那個同學偶爾啦 一個禮拜來個一兩次吧 然後還有我們公司的車嘛 偶爾充一下 買到電動車偶爾充一下 你猜一個月電費多少錢 每一概念 每一概念 兩萬 我每個月花兩萬塊給這些王八蛋充電 我也有用 但我相信兩萬應該不是全我用的吧 應該不是 重點 好 我還有第二個重點 一個月電費都兩萬對不對 我台抗 我今天剛好去看FB 我台抗七月剛好是滿一年 交車滿一年 我到現在才開3500公里 你覺得那兩萬塊的電有多少是我充的 我那個滿電400 3500除以4 看我了不起充9次而已 我一個月要繳兩萬 繳了半年啦 不對喔 我台抗交一年 那充電樁也是一年喔 欸對 差不多10幾了 哇靠 很猛欸 如果公司多一點人開 我就要開始跳表了 那我不管你們 你上次開回來覺得好開嗎 我覺得滿舒服的啊 而且我覺得滿像油車的 喔對 沒錯 這個有一個重點喔 我那時候是不是說 我不喜歡電車開起來會有那種 簡單講那個彎片頭那種感覺有沒有 就覺得不習慣 但這台車真的開起來 像阿達講的 它這有一點 它根本就是汽油車的感覺 然後又安靜 好啦總結啦 我覺得這個車開起來就是 很順暢很舒服啦 解決充電問題 這個車我覺得是可以用 欸我上次看 看一個那個原住民講 講一個笑話 你有沒有蘋果很好笑 他說很多人問說 是要先買車還是先買房 買車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買房 你就有地方睡 要先買車還是先買房 他說我會先買酒 因為我酒喝了以後呢 我什麼地方都可以睡 然後講回衝 回衝 這很像玩電動玩具啦 有時候我自己喔 比較長的下坡的時候 我就會按回衝 你就會覺得自己 為環保經了一半心力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台很有趣 會讓你有一種 不勞而獲的感覺 就是它是不用本錢的嘛 那它可以幫你存一點電回來 你覺得會有一點賺到的感覺 喔我剛剛又存了一點電回來 我又可以 又省了一點錢的那種感覺 然後像這個下坡 你會這樣開 然後又不要踩油門 因為你油門一踩它就介入 有沒有 像我現在一直沒有踩 它就會一直回衝 但油門介入三秒鐘 然後油門介入 它等一下就跳掉 有沒有 跳掉 好啦 那這個我們那時候 上一集啊 有說嘛 搜尋的時候說 我們買2022年的 Lexus UX300e 電動車 那我們那時候買是 九十八萬 要賣多少錢 一層一層加十萬 一百一 差不多啦 這樣有競爭力嗎 如果一百一十萬 你還能買到什麼車 大概19年 20年的那特斯拉 舊的TPC插頭 TPC至少也有20% 對不對 那個充電裝分布置還有20% 它還可以轉接頭 喔對我有上網去買一個 在國外買 台灣買不到 我有買一個這個 車DEMO轉CCS1的轉接頭 我從國外買回來 台灣找不到一個人在用 而且在網路上 我也找不到相關的訊息 所以我就決定充了 不管 到時候東西到了 好不好 我們再測試看看 欸如果可以的話 我跟你講 我這台車我家賺多一點 就變充電方便了 對啊 你器械裝可以充 又快 對不對 那我當然 一要而上 變成50%了耶 對啊 那個充電裝 對我本來3.6而已耶 一弄的話 變40幾% 我當然賣貴一點了啦 現在就是因為它充電不方便 我覺得可能你要賣太貴 也不合適 那但是呢 它的對手 現在就是那些新的嘛 MG4啊 或者是這個叫做N7啊 或者是這個二手的特斯拉 我剛剛講19年啊 還有什麼對手 就這樣而已嘛 電動車也沒幾種嘛 BD4X 喔BD4S也差不多這錢喔 而且年份也差不多喔 喔所以B4S也是差不多 是我要賣110左右喔 沒有喔 B4S110是因為我們賣最便宜耶 外面都還賣130耶 120、130 很多撩沒了耶 不過我認為 我們剛剛講了那麼多 它的對手有沒有 我覺得它那個 界線還蠻明顯的 你覺得MG4跟這個 會是對手嗎 我們現在不管 誰是不是誰的對手 我沒有那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這兩個就像 不搭軋的東西 是不應該被拿來評價的 我的意思就是 會買那個車的人 他不會買這個車 會買這個車的人呢 他壓根不會考慮拿來車 我的感覺是這樣 甚至B4S跟N7 我覺得其實也不是對手 我覺得會買 B4S就是會買 他就不會考慮N7 很少會有說 欸這兩台我不知道買哪一台耶 所以我覺得其實 以現在電動車的市場 看起來 我覺得還是壁壘分明 就像我常常講 剛剛拿說 特斯拉出來比 對不對 我說這個110左右 可能特斯拉比較 連份高一點的 也是差不多這錢 但是我覺得 會買特斯拉的 會考慮特斯拉的 他還是不會考慮這台車 會買這台車的 他就是不會買特斯拉 有些人 像是上次我一個朋友 說欸你怎麼 你就買特斯拉 電車特斯拉現在最棒啊 我簡単優步我 你知道嗎 他就不要啊 真的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 有些就是他買這個車 他就是真的會不想買那個車 目前電動車的市場 真的就是壁壘分明 我覺得比較 沒有完完全全同質性的東西 其實他的那個優劣啊 跟品牌的一個特色啊 我覺得都很明確 好啦 反正以後電動車越來越多啦 越來越便宜啊 也是好事嘛 對不對 大概就是 不管是多少預算 你都找得到 適合的電動車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但是充電力 真的有比較省嗎 兩萬塊電備 真的有比較省嗎 還是因為我們是快充 所以在電工 我一直在想說 假設我們沒有充電裝 然後這些充電都在外面充 一個月要超過兩萬吧 不知道在公司充電 對 因為特斯拉有充電方案 對不對 有 對 其他兩台都是特斯拉 我們的同事是特斯拉 還有那個同學是特斯拉 未來電子充電的特斯拉 好啦 那今天這個UX310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有沒有 我是想要吃那種 有沒有 可以看夜景 然後有廚師在你前面料理 你知道嗎 那你知道意思了吧 那要去哪 文化大學後山 烤香腸會在你面前烤 有夜景吧 廚師在你面前料理啊 香腸阿伯很會烤耶 可以大腸包小腸